国内最大的演唱会售票系统 遭到骇客长期入侵 大赚黑心钱 嫌犯趁知名艺人演唱会门票 开卖前入侵篡改资料 导致原本的会员不能登入 再利用城市狂扫摇滚区的门票 得手之后用人头付款 最后变成了黄牛票 以三倍的高价出售 刑事局逮到的主席李姓男子 初步统计这群骇客 起码成功渗入包含 亚洲天凡 五月天 还有林俊杰 邓紫棋等 六十多场歌手演唱会的售票系统 光是五月天就成功的 卖出了五百多张门票 凭空抢捞到四百零八万 跨年夜亚洲天团五月天 赵冠丽办演唱会和歌迷 一起在歌声中迎接新年 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 连唱十场不止舞迷嗨翻 隐藏在幕后的骇客 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他们骇尽售票系统 一下子就赚净四百零八万 亚洲天团演唱会售票系统 惨召骇客入侵 原来以李姓男子为首的骇客集团 先是用假身份加入售票网站会员 再篡改其他会员资料 等到开卖那一瞬间 再用抢票程式抢走大部分的摇滚区 接着由人头汇款来取票 但谁也没想到这伙人真的很黑心 看准粉丝心态 一定卖得出去完全没再怕 很捞钱转卖出去的黄牛票价 就是原本价格三倍高 光是前年骇客集团就操盘了 十二场演唱会 去年更多达五十场 我们是引用刑法 三三九条之三 诈气罪 他是以不正方法 非法入侵他人电脑 取得他人财产 除了五月天 行走的CD林俊杰 东阳歌姬安世奈美会 英国天团酷玩乐团 他们的演唱会 也同样遭到骇客伸进黑手 警方誓言追查到底 不让罪犯利用音乐 大赚黑心钱 记住我当时说明台北采访不懂